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的四点钟 乌统的领导城是陆陆续续抵达乌统大厦 而首相纳吉则是在傍晚的五点钟抵达的 那在记者会的一开始 纳吉他可是故弄玄虚的说 他昨天见了最高元首 这个时候大家都绑紧了神经并熙期待他的重大宣布究竟会是什么 这一刻的重大宣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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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确是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那从乌统到伊斯兰兰两年前加入公众党 而如今又再回到乌统的怀抱 那这样跳来跳去 他说是因为他对反对党失望了 再继续抵达的消息 后发现一刻的回事 我现在发现了 明镜需要与你自己的进出